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有电影节的最后一个 他在年初 但他刚好就是2015年的最后一个 所以基本上此前的电影节都成了替奥斯卡选片的电影节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非常热络的一个影坛盛世 也是好莱坞的大明星们的一个秀场 也是各种各样的时装 时尚和广告的一个表演场 但是今年的不同是在于 《复仇勇者》的主演 Leonardo de Caprio 他的名字我一直没学会怎么念 幸好就在大陆 大家亲切地给了他一个简称 叫他小李 或者非常北京话地叫他小李子 这样就比这个 The Caprio什么的 Leonardo de Caprio 要好读很多 因为这个是一个 显然是一个意大利异的一个姓氏 所以读起来真的是很难 很困难 对于我来说 那么我说今年的特殊就在于 这个Leonardo的 Leonardo的这个 是否会获奖 成了一个全球性的话题 以致就是最大的一个玩笑是说 如果他不能获得今年奥斯卡的 最佳男演员 也就是影帝 那么应该给他世界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应该授予他 因为就是我看到网络上流传一组照片 就是世界各地 不同民族 不同种族 不同信仰的人们都在为他祈祷 说他一定得得奖 他必须得得奖 因为他这个就是走红 美国影坛和世界影坛已经22年 然后多次那个主演影片 然后一片好评 然后获得提名 但是每一次都没有入围 尤其是去年啊 就颁奖典礼之后 摄影师显然是一直用摄影机跟拍他 然后就是颁奖 他又没有获奖的时候 摄影师抓到了他眼睛里的泪光 然后那一瞬间全世界的影迷都心碎了哈 而这一次又更是因为这部电影就是这个Ravenent The Ravenent 因为这部电影在影片上映之前全世界已经都知道他为了拍这部电影有多么惨 有多么悲惨哈 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朋友是看过这部电影 然后你们没看过 没办法了哈 我就要剧透了哈 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 大家就说这部电影叫卖惨哈 就是这个有卖萌的 有卖可爱的 有卖惨的 悲惨 这个出售悲惨 因为他就是失漆丧子 然后被黑熊灰熊啊 灵虐 然后甚至有人说被黑熊强暴 这当然是瞎开玩笑哈那样的 然后呢冰河漂流 然后这个掉下悬崖 然后钻进马肚子的尸体里去取暖 从这个而且也是一个用精神分析 这是一个回到母亲的肚子里面重新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异象 总而言之就是经历了文所未闻 很难想象的这个所有的悲惨 而且呢就是导演特别强烈的告诉我们说 没用提升 全是自己演的 所以就是以至于造成了这个全世界人民都开始为销里祈祷 就是他再不得讲就天理难容 然后我一向不关注这个演员明星和这个最佳 影地影后的这些故事 但是今年我也不能免俗哈 我跟刘建之老师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还很紧张的等待这个时刻 我们也觉得就是如果他再不获奖的话 这简直就是不能交代哈 就是奥斯卡的这个偏向性和获奖这件事本身的那个机遇性 这是我们那个共知的 但是这一次就说在人类的层面上达成了巨大的共识 然后他胜出 就是不出意料 就是没有那个出意料之外的胜出 而且呢但是其实多少有点令人惊讶的是导演 即去年以鸟人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之后 今年第二次蝉联奥斯卡的最佳导演 这是在奥斯卡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一个导演两次或者多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是不奇怪的 但是连续两年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是几乎是没有先例的 那么他表明了这部影片在整个的好莱坞电影工业 在奥斯卡颁奖当中的重要意义 而奥斯卡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说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奖项 它是美国自己的国别电影奖项 但是它和其他的电影不一样 就是下一周我会去参加香港国际电影节的评奖 它和香港国际电影节也不一样 它不是由评委会组成的 它是由两千个评委 两千个就是几千个评委 不是两千个 几千个评委的投票产生的 但是我们不仔细去讲 它同时对于具有奥斯卡评奖资格的人们 有着另外一些规定 比如说你一年必须看过三分之二以上的 今年的电影 你才能去投票 你才是有效票 那么什么人能够看这么多电影呢 很简单 就是好莱坞从业界的退休人员 所以奥斯卡的评委足够老 足够富 足够白 足够主流 这就决定了奥斯卡电影 甚至比好莱坞的热卖片 更准确地代表着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 更准确地代表了好莱坞电影 与美国社会 与美国社会文化 与美国社会问题之间的 非常奇特的对话关系 所以这部影片的意义 就不光是一个好演员 演了一部好电影 这样的一个意义了 相反 这个辽纳多的 关于辽纳多是否得奖的讨论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 对这部电影的接受和理解 我在香港演员当中 我们和一些朋友一起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很无奈 就是所有的悲惨的场合 大家都笑得好开心 比如说他被那只熊 这个推来推去 打来打去 然后呢 他等那终于打死那只熊 那只熊滚落 又砸在他身上的时候 大家笑得好开心 因为所有的观众 在此之前都已经知道了这样的情景 都已经知道了这个电影 就是以凌虐男演员 和男演员卖惨 来作为主要卖点的 于是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削弱了 这部电影 其实在整个好莱坞电影工业 在全球文化 在美国电影文化当中 所处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因为刚才我们说 除了这个 Leonardo de Caprio 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也知道 电影的真正的作者 是导演 对吧 就是这个 又得念一遍 今天美国的战争几乎是由绿卡新移民来打的 就是这个洒在一国战场上的血是这个绿卡新移民 那么好莱坞电影工业的支柱型导演也变成了这个绿卡导演 所以去年这个 又忘了哈 李纳 艾纳里图 这个导演 那个鸟人获得这个 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的时候 他就就绿卡 就移民政策 就美国的主族歧视 发表了一个非常激烈的 获奖感言 去年的奥斯卡就更有趣 因为他几乎像是一个美国文化 美国社会主要问题的一个声讨会 在我的记忆当中 这是第一次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制度当中的 结构性的性别歧视 第一次在奥斯卡颁奖台上被提出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哈 就是美国的一线女星拿不到美国一线男星的 片酬的三分之一 就是绝对的不同共同酬 是好莱坞自确立以来的一个 一个体制性的 这个体制性的规定 好我们不说到那么远 我们说 我说因为因为这个 男主角的议题和男主角卖惨的议题的 这个变成了一个娱乐新闻 全球娱乐新闻 以至我们就忽略了影片的导演的身份 影片导演身份对整个电影的那个叙事特征的一个 基本的影响和改造的 所携带的关于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议题 那么我说其实这部电影的重要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我在给的那个标题叫好莱坞的 还魂者哈我们说大概还魂者在影片当中确指的就是主人公 从死亡中归来 对吧 就是他已经完全不可再不可能他已经死去 近乎死去的情况 濒临死亡的情况下 他挣扎着独自的穿越荒原 然后回到营地进行为杀子之恨复仇 就剧情来说还魂者当然指的就是主人公 而且里面有一句重要的对白 就是他说我不怕 我一点都不怕死 因为我已经死过了 就是他是一个还魂者 他是一个归来者 他是一个幽灵 但是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当中 前所未有的一个美国历史幽灵的归来 我们在我们说从某种意义上说 好莱坞电影里充满了美国历史 我只好就画个引号 就是美国历史要画引号 好莱坞电影充满了美国历史 然后美国历史是好莱坞最重要的灵感来源 故事来源 叙事的对象 我们也可以说好莱坞创造了美国历史 实际上今天很多我们关于美国历史的想象 从五月花号到这个白人的这个拓荒者 到白人的拓荒者与拨人头皮的印第安生番的搏斗 到正义的美国骑兵的这个救赎和这个复仇 到这个各种各样的动作类型 比如说这个警匪片 比如说这个犯罪片 比如说这个侦探片 比如说这个悬疑片 各种类型以不同的方式去行购 去塑造了我们对美国历史的知识 和我们对美国历史的想象 那么其中在好莱坞的电影类型 电影工业的类型当中 最成熟的一个类型 最早成熟的一个类型 最具有影响力的一个类型 也是最早开始褪色和消失的类型 就是西部片 西部片 说到西部片的时候 我们大概肯定就有两个基本想象 一个就是西部牛仔 一个是西部牛仔的形象 一个是 就是美国骑警 美国骑兵的形象 实际上很好玩的是 作为外国人 作为后来者 我们所看的西部片 都是所谓西部经典 就是早期西部片 都是西部片当中的经典 所以 所有在这些西部片 西部经典当中 我们就很难看到 那个最典型的西部片 最典型的西部片 是什么样的 是白人殖民 白人 我自然就说白人殖民者 在电影当中 不是 是新移民 白人新移民 如何战胜 来自于荒野的 印第安生番的故事 就是英勇的美国骑警 英勇的美国骑兵 每一次 不是在 不是在后来 我们所看到电影当中的 歹徒手上 拯救白人的老弱妇孺 而是从 印第安的 野蛮的印第安的 这个 印第安人当中 手中去拯救 这个 白人的 老弱妇孺 那么 美国的类型片 今天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 类型这个字 然后呢 而且大家都喜欢说 类型是电影工业的 必游之路 那么大家可能知道 中国崛起的一个 最重要的 奇迹性的事实 就是中国电影工业 从在世界上 根本 不存在 到 迅速的成为世界 第二电影大国 而这个中国作为世界第二电影大国的这个位置 是和中国崛起的其他的事实完全一致的 就是他是完全由统计数据 由金融 由这个资本的数额 来衡量的 来描述的 就是中国有多少 多少块荧幕 中国有多少个影院 中国有多少观众 中国有多少票房 用这些来说明 中国作为第二电影大国 那么大家都很清楚 中国还不能成为第二电影大国 还远不是第二电影大国 就是第一大国是美国 第二大国是中国 可是好莱坞影片 占据全球电影票房的份额是多少 我两个月前看到这个数据把我自己吓一大跳 占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几 之所以我们这么难看到这个数据是好莱坞电影工业非常小心的隐藏这个数据 他们不愿意让我们知道说 全世界所有的国别电影加在一起 全世界所有的电影市场票房份额加在一起 好莱坞占到百分之九十七的比例 绝对覆盖 而中国电影 甚至在中国电影市场 都勉为其难 在诸多的政策倾斜和保护之下 才能够维系他的这个一半天下 经常维系不到 但是于是人们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讨论 说中国电影要崛起 这个光有这么多的这个数据是不行的 中国要有自己的电影 自己的电影文化 于是大家就说了 我们应该类型化 跟好莱坞学 好莱坞这么成功 因为好莱坞有电影工业的成熟的生产方式 就是电影类型 但是每次我都说 你们说对了 你们也说错了 你们这句话说的就是nonsense 没意思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大家都知道 类型电影是电影工业的必由之路 因为类型意味着一个 可以不断复制在生产的叙事模式 一个类型就是一个 可以复制在生产的叙事模式 比如说大家如果真的研究西部片 很快你们就烦死了 因为所谓西部片 一定就是一个牛仔 不知道从哪就进了一个小镇 然后进了一个小镇以后 就爱上了一个善良的寡妇 或者是一个年轻的女人 但是电影当中一定有两个女人 就是一个金发的梁家妇女 然后一个黑发的鹤发的红发的九八女郎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两个当然都爱着这个牛仔 但是牛仔一定爱的是金发女郎 对吧 为了这个金发女郎 他就脱掉那个牛仔的装束 穿上这个牛仔工装 就要当良民了 可是这个时候 万恶的印第安人 或者是邪恶的歹徒入侵小镇 然后这个警长完全无力抗争 那么怎么办 我们的主人公 无限悲愤的回去 再出来的时候就牛仔就穿上了 对吧 然后枪就拔出来了 所以电影当中一定包含了 这样的一个双重三角关系 一个是风尘女子和梁家妇女 多爱这个牛仔 对吧 但是呢 这个同时警长也爱梁家妇女 对吧 就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的三角 和两个女人一个男人的三角 但是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一定包含了这个牛仔 觉得自己是不配那个梁家妇女的 最好男家妇女嫁给警长 就安居乐业 过好日子 那么怎么办 他就要替这个女人 替小镇的人去死 然后警长就说 这是我的责任 然后牛仔就说 这是我的责任 然后两个人就先打一场 在酒吧当中 对吧 把他打倒 然后这个把警长打晕 然后他就自己独自去迎敌 然后九死一生 战胜恶魔 电影结尾的时候 一定是在黎明的这个晨光当中 或者黄昏的西照当中 这个牛仔独自一人 乘着马 负着伤 骑着马 离去 音乐起 一定是这样 这几个元素 几乎不会缺失 所以研究类型片 大概最好的一个办法 是神话学 对吧 神话学 或者民间故事的方法 去研究它 我说 大家都认识到 说好 原来一个类型片 就是一整 就是一套的叙事元素 就是一套叙事元素的组合 每一次重拍 就是一个微观变奏 一个复制再生产和一个微观变奏 所以它意味着一个 成熟的电影工业模式 意味着这个影片的 这个生产的这个系列化 规模化 工业化 产业化 意味着观众接受 观众的这个分层 有爱看西部片的 有爱看歌舞片的 有爱看家庭情节剧的 大家各 这个各有所好 各取所需 一个成熟的 类型片电影观众 他们到影院当中去 其实不是看那个故事 因为他们都知道 那个故事会怎么发展 他们看变奏 我自己那个 曾经跟一个 科幻灾难片的 那个迷的朋友 一起看电影 然后他就拉我去看 我在美国的时候 就不断地拉我去看 所有的科幻灾难片 然后他每一次关心的 就是这一回人类靠什么 战胜外星人的 然后有一次就是 我们在看这个 Independence Day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这个沮丧 就是因为 他听 他发现上一次 战胜外星人用的是流感病毒 这一次好像又是流感病毒 他就特别的沮丧 觉得这个电影太没意思了 后来发现 他做了一个语词游戏 把流感病毒 流感病毒转换成电脑病毒 然后摧毁了他们的电脑主机 由此战胜了外星人 因为他很满意 他觉得这次做得不错 很巧妙 好 我说当人们意识到了 类型的这个层面的时候 人们完全没有类型 没有意识到 既然电影是工业 电影是商业 电影是巨大的工业系统 电影是文化工业产品 复制再生产的一个 这个最典型的 叫做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那么为什么在全世界范围之内 只有美国有类型片 其他国家没有 为什么当年曾经雄居世界的 法国人不拍类型片 相反拍一种叫艺术电影的 很悔涩的 很难懂的电影 其实法国人说得很清楚 新浪潮的时候 这个新浪潮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安德雷巴赞就说 我们没法拍 类型片 我们没有美国式的电影工业 我们 所以我们要拍一种 美国人拍不了的电影 这就是所谓欧洲艺术电影的源起 为什么我们不能拍 类型片 有很多种解释 为什么除美国之外 没有人拍类型片 有很多种解释 其中解释之一就是 最好玩的解释是说 美国人的心理年龄 是青少年的年龄 就是15到17岁 所以呢 就是这个心理年龄 这个社会心理年龄 特别适合一去拍这种 民间故事 童话故事 这就是 面对霸权的时候 无可奈何的种族歧视 就是弱者的种族歧视 其实准确的说 是好莱坞电影工业 好莱坞电影类型 和美国社会一起形成 一起成长 每一种好莱坞类型 它内在 最深刻内在携带的是 一种美国文化独有的困境 议题 每一种类型片 观众看故事的也好 看变奏的也好 看明星的也好 看得都很高兴 但它同时 内在的消解了一个 美国社会 美国文化 准确的说也是现代社会 现代文化当中 内在的包含的 无法解决的议题 好我们不能展开去讲 每一种类型 否则这个我们就可以 作为一次演讲的题目 说美国类型片 而具体到西部片 这个类型 它非常具体的 要处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 美国如何立国 美国是怎么立国的 它要内在的阐释 包容 消解 美国立国的过程当中 所携带的多重的暴力 它要处理的是这个暴力问题 所以大家注意 西部片的故事和西部片的主题当中 其实包含了一个最重要的 二项对立 就叫做法与非法 我们表面看西部片 是有一群歹徒 一群印第安人 要侵害那个和平的白人定居点 白人小镇 要侵害野蛮的东西 要破坏文明 于是最后要保护秩序 要匡复文明 但是就像刚才我讲 那个重要的细节 那个牛仔一定要在酒吧里 把那个警长打荤 然后自己去迎敌 是因为秩序本身 法律本身 文明本身 是无法解决 他们所面对的暴力 和他们所携带的暴力 所以必须由一种法外之法 我们说这个 叫做贪官污吏 都杀尽 一心报答那赵关家 就是这个江湖的 这个盗匪 来匡复正义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最重要的 美国历史的议题 因为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 看好莱坞电影的话 你们就会发现 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社会仍然是 充满了暴力 充满了混乱 充满了枪战 这个劫匪 这个银行的这个 结案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状态 所以美国历史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 以暴力来推进 以暴力来形塑的历史 那么 因为它是这样 它决定了这个类型 好莱坞这个类型 牛仔一定是从外面来 到外面去 就是它 一方面让我们看到 美国的历史真相 是一种用完全非文明的 非秩序的 非法律的 暴力 来维系的 但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把这种暴力的东西 最后从文本当中放逐出去 所以西湖片的特殊之处 就在于 剧情当中的歹徒是印第安人 剧情当中的歹徒是这个劫匪 但是其实 这个共识当中 意义的真正的敌人 就是那牛仔 最后我们要把它放逐出去 最典型的一部西部片 叫做Shane 我们翻译成原野骑侠 原野骑侠 原野骑侠的结尾就很有趣 就是这个牛仔爱上的那个寡妇 还有个小孩 这个小孩就多么多么钦佩 终于找到了父亲形象 多么多么钦佩这个牛仔 那么当这个牛仔 独自战胜了歹徒的时候 就负着重伤 就要独自离去 小孩就追他 说你回来呀 妈妈等你啊 你快回来呀 然后呢 他就停下马 非常忍着伤痛 弯下腰来对孩子说 你妈妈梦想的是一个 没有枪的山谷 所以我必须离开 因为我是这山谷里的 最后一支枪 那么西部片的一个现代变奏 不知道你们看过我没看过 可能对于你们也是 这同样老的电影了 就是T2 终结者2 终结者2的结尾完全是 终结者2完全是原野奇侠的 现代重拍 因为他结尾的时候 这个 从未来来 这个来自未来的 这个机器人 要把自己消融掉 因为他说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芯片的世界 而我是最后一块芯片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意义结构 所以很多的这个电影理论家电影史研究者就研究西部片 他们说西部片是法与非法 西部片是田园 荒原与田园 梨华与军刀 定居与游牧的二项对立 整个的故事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组二项对立之上的 但是我说 包括美国的左翼的持有批判理论的类型片的研究者 他们都好像没有正面提出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西部片 作为对美国的历史虚构 作为对美国的历史想象 作为对美国历史当中无法解决的文化难题的消解 他们讨论了暴力的层面 但是他们没有讨论的是 这个西部片同时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幽灵的放逐式 一个驱逐幽灵的仪式 他们要驱逐的这个幽灵 就是美国历史当中的印第安幽灵 因为所有的美国历史都把他们叙述成 他们趁五月花号来到一片荒野当中 他们怎么拓荒 他们怎么啃直 他们怎么定居 他们怎么面对征服大自然 而后变荒原为沃土 而没有讲一个最基本的事实 就是他们是一个驱逐霸占原住民的土地 灭杀和驱逐原住民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原住民的帮助之下得以立足之后 虐杀驱逐原住民的历史 所以我经常说 在中国大陆大家就热衷于过各种各样的外国节 我最恨他们过的一个节就是这个感恩节 然后当然我也不能怪他们 就他们都从字面上理解 也说这个感恩节就是感恩嘛 所以到那天他们就感谢老师 感谢父母 感谢谁 感谢谁 但是他们就完全忘记了全世界只有美国有感恩节 而感恩节的描述就是我们当我们白人新移民 把荒原变成沃土以后 我们感谢上帝的馈赠 我们终于那个活下来了 这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谎言 最早的感恩节是他们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之下 终于活下来 他们跟印第安人一起感谢丰收 所以就是这个节日所携带的那个本身的那个历史的幽灵和历史的记忆 完全的在美国化的过程当中被放逐了 大家以为这真的是一个一个感恩节 好不说的太远我们拉回来 我们说我们只有对照着这样的一个美国西部的类型片的历史 类型片的故事 我们才能够理解这个复仇俑者或者还魂者 这部电影它作为一个转折 作为一种变化 的独特的意义 好西部片在五十年代达到极致 我在这不去展开 为什么在五十年代达到极致 因为五十年代是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开始涌动的年代 而西部片当西部片在这个时候 它转变了它的功能 就是它对印第安人的那个表现 在线开始发生变化 印第安人的形象开始成为了白人的修辞性的展现 就成为黑人 就是通过西部片教黑人怎么做个好黑人 所以在那个时候西部片达到极盛 今天我们所说的什么关山飞渡啊 就是一马 一战 这个关山飞渡啊 搜索者啊 等一系列西部片当中历史名片都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 而到了六十年代的时候 民权运动以马丁路德金的那个为代表 以进军华盛顿为代表 达到了那个前所未有的如火如荼的程度 已经不是一个好莱坞西部片可能用迅顺的印第安人 规划的印第安人来示范的了 而在这个时候六十年代 西部片这个类型就开始慢慢的在美国电影当中消失了 六十年代以后我们再没有看到过 西部片作为一个类型的大量生产 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两种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就是我们说的科幻 科幻灾难片 而另一种类型就是 这个西区科科所创造的这个类型叫悬疑片 不是恐怖片 不是罪案片 因为罪案片 恐怖片的这个威胁来自于真实的恐怖的东西 比如一个怪兽 一个鬼 而悬疑片 威胁来自自己内心 就是所有的那个最后的灾难是来自于你内心的阴影 你内心的幽灵 你内心的黑暗和内心的邪恶 这两个取代了这个西部片 那么当他取代了西部片之后 西部片偶尔的会再现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西部片的强有力的偶尔出现 偶尔出现都是在冷战终结之后 冷战终结之后 西部片的幽灵开始浮现 比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很著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的获奖 而是白人向印第安文化的归顺和认同 那么还是要说其实要对应的一部电影 就是这个最后的武士 两部电影前后出现表达的是同样的东西 突然美国人白人欧洲人开始相译文明 比如说印第安人 比如说日本人 就是亚洲人归顺和认同 那么我们先不去展开一个讨论 我们只是说 那么如果说羽狼共舞当中 印第安的幽灵已然归来 印第安人的形象已经开始被修复 那么为什么说复仇勇者 才是一个转折呢 是因为大家注意 在电影当中 在羽狼共舞当中 有一组重要的 就是整个电影当中 那个白人主角是绝对的主体 绝对的主角 他掌控了整个故事 他主导了整个故事 而在电影当中 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 白人向印第安人的认同和规划 是在一组互相对应的形象上展开的 一个形象就是那只狼 就叫白袜子的那只狼 而另一种形象 就是很好玩 苏族 就是在复仇勇者当中 那个坏的 就是比较凶残的那个族 在羽狼共舞当中 是比较善良的那个族 波族在这里面的朋友 是内部电影当中的 这个残暴的邪恶的印第安人 那么实际上印第安人是在狼的位置上 就是与狼共舞这个名字 已经决定了这部电影 表面上看印第安人非常正面了 但是印第安人所处的位置并没有改变 就是作为白人主体的课题 绝对的白人主体位置 然后印第安人仍然是在完全课题的位置上 那我们回到西部片的历史传统 我们说西部片的主题是法与非法 西部片的主题是荒原与田园 那我们注意到牛仔从荒原来 印第安人从荒原来 他们完全不是在一个对立 对应的主体的位置上存在 而是在印第安人完全被客体化 完全被自然化 他们不是文明的 他们不是人类的 他们不是主体的 他们是客体的 是对象的 是自然的 所以尽管有这个 与狼共舞和偶然出现的西部片的 这个偶尔的幽灵在线 但是西部片所创造的 美国历史想象 西部片所携带的美国历史幽灵 始终 仍然在继续地徘徊和游荡 而没有被 没有 附体 没有获得一个实体 而在美国文化当中 尝试寻找自己的位置 那么我们说到复仇勇者 回到复仇勇者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们注意到在这部电影当中 首先归来的幽灵 是美国历史的幽灵 是一段非常具体的真切的美国历史 这个历史是1820年 电影所讲述的年代是1820年的历史 而1820年发生了什么 1820年是美国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时刻 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就叫做西进 就是美国开始向西部扩张 开始向西部蔓延 所以西部片 从一个想象的美国历史舞台 开始变成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空间 尽管非常好玩的是 这个所谓真实的美国西进的历史空间 大部分是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拍的 阿尔伯塔是一个好莱坞电影的 最爱的外景地 因为阿尔伯塔是有从冰川 雪山到草原 沼泽 盆地的各种各样自然地貌的一个地方 还因为加拿大比美国便宜的多 更因为加拿大国家有一个 像电影工业的倾斜政策 减免税 所以好莱坞特爱这个阿尔伯塔 就是老到阿尔伯塔去拍 但是刚才这个徐老师开我玩笑说 这部电影我们又说它是在南极州拍的 为什么它是在南极州拍的 就会引到我们的 我命题作文的主题 是因为2015年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然后电影按照自然气候计划拍摄 没拍完 雪花完了 所以整个设置组 遗失阿根廷 到阿根廷的这个南极部分去 拍完最后的部分 所以他们整个拍摄的过程 真切的遭遇到气候异常 生态灾难 和整个环境的危机性的退化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么偶然或者并不偶然的 他就把美国历史的幽灵 印第安人 被自然化和这个客体化的印第安人 原始原住民 前现代文明的自然生存方式 与今天我们已经无可回避的遭到了 现代主义所酿造的灾难的这个报复 的这样的一个命题 就天然的连接在一起了 但是在展开这个 我应该展开的主题之前 我就再对影片做一点讨论 那么我们说 这是一段真切的美国西进的历史 而且在这个电影当中 大家注意到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就是 它是双重情节线索 所以我说当我们光看这个小李怎么被虐 我们光看他怎么惨 而且还看得很开心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忽略掉了很多历史的信息 一个双重的这个线索是 主人公格拉斯 就是从死亡中归来复仇 这是主线 而另外一条线索 是很清晰的存在的 就是苏族的这个囚长 携带整个部落 袭击白人 然后要找回自己的女儿 被白人裸走的女儿的故事 两条线索 并行发展相互影响 相互缝合 那么同时他就带出了一个 1820年19世纪初期 刚好是工业革命即将启动 尚未启动的时期 就是现代文明还没有携带着大工业和大器械 来向自然大规模进脚 刚好是在这个当口 而同时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电影当中 大家光去看熊的时候 就还看得好开心的时候 就完全忽略掉了 其实他同时传达了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结构和历史信息 那个复杂的历史结构 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 大家注意到 格拉斯所从属的这个黑人团队 他们在那个历史上就是叫这个山人 他们是最早的西进的白人移民 新移民或者白人殖民者 他们干什么 他们不满足于像从印第安人手里掠夺或者购买皮毛产品 而是自己去打猎 自己去打猎这个获得这个皮毛产品 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记载当中 这些人也经常的和印第安人 就是娶印第安的女子 跟他们结婚 但是这种婚姻很少有超过十年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他只有在这个地区打猎的时候 他才找一个印第安女人做他的妻子 其实就是一个不用付费的剥制皮毛的劳工 这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历史状况 当时的历史状况 但是更好玩的大家注意到 除了这些以打猎为生的 被称之为山人的 也就是美国人 白人猎手之外 还存在着两种力量 就是英国商人和法国商队 法国商队的主要的生意 是卖枪枝和马皮给印第安人 同时他们也收购皮毛 所以实际上这个故事当中 最有趣的一个东西是在于 我们看到残暴的苏族 袭击这个白人的猎手 但是他们之所以袭击白人猎手 是因为他们的女儿被白人掠走了 而掠走这些 他的女儿的刚好就是那个法国商队 法国商队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希望嫁祸给美国猎人 他嫁祸给美国猎人的结果 就是苏族人会去杀美国猎手 夺走他们的皮毛 然后他们就可以以 一方面他们就可以在商业竞争当中 对英国公司和美国猎手获胜 另外一边 他们从伊迪安人手里得到的皮毛 比从白人猎手当中得到的皮毛 要便宜得多 这是好莱坞电影通常 绝不触及的美国历史的那个细节 而在这个美国历史的真实的 赋予质感的细节背后 是19世纪初期几个大帝国之间的这个争霸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 然后他就同时他处理 在这个电影当中 我说几乎是第一次 印第安部族的语言成为了真正的电影语言 不是音响效果 有一些野人在说着野人的话 而是他真正成为语言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 这个残暴的苏族酋长 可以义正词言的说 你跟我说抢 你来跟我说抢夺 偷窃 你们抢了我们的土地 你们偷窃了一切 实际上就在这个时期 美国整个的国家政策 是迫使印第安人 放弃他们的生活方式定居化 为了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定居化 美国政府甚至推行过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推行过一个全面的去灭绝 这个野牛 因为打野牛 吃野牛肉 是印第安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支撑 我把这个野牛群灭绝掉 你们就没办法了吧 你们就得定居了吧 所以在电影当中 我们看到那个非常壮观的那个野牛群的那个 跑过去的 但是这种野牛群在阿尔伯塔 要等很久 很久很久 才可能偶尔一遇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奇观 已经不再是一个复数的大自然的一个自然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它是这个双重线索 双重线索的相互的这个缝合 那么我不去展开对剧情做更多的分析了 就是其实已经有这个年轻的学者 大陆的年轻学者写了很好的文章 就我们会看到 白人的不同的帝国 不同的利益集团 不同的这个团队之间的这种争夺 然后白人和对印第安人的这个侵害和掠夺 白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 印第安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这个冲突 其实它形成了影片的一个非常细腻和完整的剧情结构 一个非常完整的剧情结构 同时它也建立了一种 我们可以用弗洛伊德 我们可以用这个列维斯特劳斯去分析的 很多的那个关于亲属结构 关于交换 因为大家注意到最后主人公是把他的仇人的尸体 推下水 对吧 他没有杀他 他把他推下水 而且非常堂皇的说了一句 这个复仇是上帝的事 不是我的事 他实际上用的就是圣经的那个句子 我们通常翻译成复仇在我 我必报复 就是上帝说 复仇在我 那么他把他推过去 是因为他已经看到苏族人过来了 所以他要让他死的更惨一点 但是接着苏族人从他身边走过 就把放过了他 是因为这里面包含了那个他救了他们的女儿 对吧 他救了他们的女儿 从那个法国强暴者手里救下了他们的女儿 所以苏族人就是非常公平的还他一命 对吧 一命换一命的这个非常公正的东西 但是从整个剧情结构当中我们看到 他曾经从印第安人那获得过一个女人 所以他要还回去一个女人 这我们就不去再用理论去做这种文本细读的游戏了 我只是说在这个电影当中 你会看到这个历史幽灵的重归 第一次历史幽灵回到了好莱坞电影当中 与历史幽灵同时回归的就是印第安人的幽灵 那个在美国的历史图景当中完全被客体化 或者被浪漫诗意化 当然在这个电影当中浪漫化诗意化是不可避免的 就比如说这个主人公的妻子 故事开始的时候已经死了 故事开始的时候已经死了 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笔 就是当他被白人的这个白人骑兵 白人侵犯者杀害的时候 从他的那个伤口 那个伤口撕裂的衣服当中就飞出一只小鸟 就是那个地母大地母亲该呀 这样的一个一个形象 而且主人公之所以能够活着闯过荒原 始终是有一个耳语般的旁白 就那个妻子的 那个妻子用原住民的语言说出来的 那个像咒语 像这个神奇的力量一样的这种东西 当然这些东西是不可豁免 不可豁免 但总的来说 我说在这个电影当中 美国的与美国历史幽灵同时回归的是 这个印第安人的幽灵 美国历史当中这个完全被淹没的 完全被抹除的 完全被这个完全不可见的和妖魔化的 印第安的幽灵在这个故事当中重新回归 但是同时我说这个 回到我们说 这部电影被引起了超过他可能引起的关注 同时又把他误导到别的方向上去的这个男主演的获奖 那么我们说这个好他终于获奖了 他终于获奖以后 获奖者一定要说一个感言 然后获奖者的感言要简短 不能永场 永场大家就说了你是没说过话吗 有机会说话就这么说个没完 但是同时他必须全面 对吧 他那个不要漏掉哪个该感谢的人 那样的这个漏掉的是很不很不好的那样的 然后我们经常开玩笑 我们说每一次这个明星们得奖了以后感言的时候呢 我们觉得他们很像是这个刚刚被释放的罪犯 他就要感谢这个感谢那个 说你们救了我啊 我这感谢归正重新做人 我们经常开这个玩笑 但是其实也可以预料的是这个 莉奖纳多这个的Caprio 他在 当然大家又开玩笑了 说他一定准备了好些年了 就是关于得奖的时候说什么 一定准备了很久了 所以他说的非常的快 非常的全面 非常的准确 但是同时我们也可以预料 就是作为一个曾经在60年代洗皮肢运动退潮之后的这个新村当中长大的孩子 然后作为好莱坞的一个就是有个性的有反叛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性格演员 一个性格演员 所以他一定会讲一些政治正确的话 而这一次他讲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话 做一点宣读 他说最后我只想说 荒野猎人或者叫复仇俑者 讲述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 他说我们能够真切的感觉到 就是因为我们真切的感觉到2015年是历史上最热的一年 制作方远赴南极 只为了寻找雪景 气候变化确实存在 而且我们正在经历着 接着他说 这是所有物种 所有物种所面临的最急迫的威胁 我们需要在一起 我们需要 这个 我们需要一起行动 停止拖延 立刻行动 他说我们需要支持那些为人类 人类的整体而着想的倡导者 那些为了 那些不是为了污染者 为大企业发生 而是为了人类 为了勤劳的人们发生的人们 我们必须支持那些成千上万的 受到污染的影响 而没有任何特权保护的人们 他说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们和为了孩子们的后代 为了那些呼声被贪婪的政治所淹没的人 而发生的领导者 他说今晚我为这个奖感谢所有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把地球赐予我们的一切 视为天经地义 就像我不会把今天得到的荣誉 视为理所当然一样 最后这句话真的好感人 就是掌声雷动 那么实际上我说 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刚才说与美国历史同时归来的是印第安人的幽灵 其实与印第安人的幽灵同时归来的是大自然的幽灵 所以我们通常在电影当中我们讨论 我们最一般的或者我不客气地说 业余的电影观看 我们就看演员 我们看演员 我们认为所有的故事都是演员演的 然后我们有了点专业知识 有了点电影文化以后 我们就说我们就关注导演 但是我们经常忽略掉了导演 不过是电影的写作过程当中 那个赢得了署名权的人 对吧 因为电影是一个工业性的制作 是一个集体的制作 然后不过是导演赢得了署名权 而不是每一个导演 都是这部电影的真正的作者 这部电影我不怀疑导演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因为毫无疑问的 印第安人的幽灵和美国历史的幽灵 能在这部电影当中归来 来自于导演明确的拉丁美洲的身份 来自于导演明确的 作为左翼的批判的拉丁美洲艺术家 那种高度自觉的对印第安母亲的认同 对自己作为强奸之子的身份的高度自觉 可是同时我说 当我们用导演论导演这个中心的想法去思考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忽略掉了其他的因素 比如在这部电影当中 其实恐怕影片成功的一个极端强烈的因素来自于摄影 来自这个 我又得看看了 又是一位墨西哥摄影 他的这个名字叫 这念中文吧 曼努 爱曼努尔 卢贝 资基 真难念 卢贝斯基 卢贝斯基 这还是念英文的好念一点 而这个摄影师 当我说出他摄影的影片的时候 大家大概已经不需要我讲 就会认同于 说他对这部电影的影响将有多大 他拍了很多很多作品 因为摄影师的制作周期比导演要短得多 对吧 就是电影开拍你来 然后电影拍完你就走了 导演要后期 前期后期 所以摄影师的作品通常很多 那我们只念几部重要的 比如说2006年的 一部非常非常重要的末日电影 和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 叫做人类之死 是他的摄影师 而在这部电影当中 一个错误 创造了一种电影的视觉形态 那个错误就是 在那部电影当中 同样是墨西哥三节之一 导演的这部电影 在那部电影当中 他设计了 他最先开始设计 一种数码电影 可能完成的假长镜头 好 这好像又太专业了 长镜头就意味着 时空的连续 对吧 因为没断 而数码 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技巧 把断了的地方给藏起来 让我们看不到 就假长镜头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 去年奥斯卡最佳影片 鸟人 你们如果看过的话 大概你们不会真的意识到 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整个从头到尾 十个镜头 只有十个镜头 通常一部电影 有最少三百个镜头 最多的时候 是一千几百个镜头 所以十个镜头 你们知道就有多长 这个镜头 但是我们没觉得 是因为每一个长镜头 都是假长镜头 好 人类之子的时候 他创造了 就是要第一次尝试拍摄 我们在视觉上觉得极端奇特的 长镜头画面 但是其实这个长镜头 是被构造出来的 那么在拍一个 十七分钟的长镜头的时候 那个现场的那个血 当然是效果血 我们经常安慰 那个神经特别脆弱的朋友 说别担心 就是番茄酱 对吧 那个血不是真的血 那么那个血迹 溅到了镜头上 就是二十七分钟的时候 这个 就是要拍十七分钟的长镜头 血溅到镜头上 导演看到 导演就喊停停停停停 但是现场太乱 摄影师没听见 就这位摄影师没听到 所以就拍完了 拍完以后 在看样片的时候 大家一致认为 那个带血迹的 比不带血迹的更好 所以第一次 就是我们开始使用这种 通常认为 就是要NG的这个镜头画面 因为它会打破我们的幻觉嘛 我们假装没有摄影机 我们才觉得是真的 但是这部电影 我们发现 当人们意识到摄影机镜头的时候 另外一个层次的真实感会出现 所以 好 大家会注意啊 这部电影当中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种视觉修辞方式 就是镜头的作用 主人公在荒原当中 特别感人的一场 就是 他的儿子在他面前被杀死 然后那两个人无耻地抛弃了他 然后他就 在以宾死的状况 爬到儿子的尸体旁边 对吧 看到他确实死了 然后就倚在他身边 这时候大家注意到 我们那种 他那种极端无助和悲惨的效果 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嘴上的呼吸 在镜头上流下了哈气 就把镜头模糊掉了 然后他用带着那个哈气的模糊的镜头 转而拍摄那个云层 就是那种呼唤苍天的那个感觉 是通过这个来完成的 而在影片当中镜头见血和 他在那个冰河当中漂流的时候 实际上摄影机镜头半进在那个冰水当中 那个浪不断地在那个镜头前面出现 那么这个方式是这位摄影师创造的 而他在这部电影当中 他把它运用成了一个 一个结构性的 意义贯之的一个 一个修辞方式 好 我接下来再说 大家知道有一部电影 大家应该知道哈 如果没 这部电影 我自己又觉得 它是非常重要 它又忘单虚名 非常重要就是这个 就叫人类术 人类之术 Tree of Human 大家有没看过这部电影 就是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美国导演 叫这个泰伦斯·玛利克 他的一部影片 是那一年的嘎纳电影节的 金松女大奖 我说的 忘单虚名又非常重要 是这部电影 真的没有像 他所得到的荣誉 和导演告诉我们 所要表现的那么 重要和丰满 但它有极端重要 是你会看到 在今天这个时代 当我们试图去寻找一种 哲学的意义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基础 是多么的脆弱 就是整个这个故事 是从宇宙到霸仗 就是生命起源开始 然后到死后的天堂的世界 这么巨大宏观的一个东西 但里面镶嵌的是什么呢 镶嵌的只是 主人公的一个自传 关于他的成长 小时候恋母 然后跟父亲发生问题 发生创伤 我就说这么点小悲欢 用不着那么大一镜块吧 但是那么大一个镜框 只是镶嵌了这么一点小悲欢 本身是今天 我们的文化的一个状态的展现 可是这部电影 尽管我对它有这样的评价 这部电影全部的那个魅力 就在于摄影 就在于摄影 太美丽的画面 太神奇的画面 好 同样的摄影师 还有一部 得到了奥斯卡 也得到了奥斯卡 也得到了这个 盖纳的奖项 而且获得了摄影奖的 是地形引力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那部 一个人的电影 一个那个美国女宇航员 返回地球的故事 就是美国人永远的故事 就是回家的故事 美国人永远就想回家的故事 当然最最有代表性的 就是爸爸回家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 复仇勇者 也是个爸爸回家的故事 和另外一部就是鸟人 去年的鸟人 然后和这部电影 我们说在这个 我念完 大家没什么共鸣 看来你们不是影迷 感谢你们不是影迷 还来听这样的讲座 因为如果是影迷的话 这些电影大概不会漏过 你们一定会看过的 因为是非常有名的 和非常重要的电影 好 我们说这个 因为这个导演 是这些电影的摄影师 而这些电影的影像 都极端神奇和极端原创 所以我说 大概你们看了这个片单以后 你们会同意说 在这部电影当中 如果说摄影师 不是这部电影的重要的作者的话 他也是这部电影的执笔者 对吧 是他拿着摄影师 拿着摄影机在书写这部电影 而这部电影当中的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是用宽荧幕运动镜头 摄影机跟拍 运动镜头 而宽荧幕运动镜头 是在技术上非常非常难的 因为你使用宽荧幕 摄影机运动的时候 景色是很容易变形的 你要一个完全即时性的 那个自然风景 同时你要使用宽荧幕的运动镜头 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而这部电影在这个意义上 完成度极高 宽荧幕运动镜头造成了一个效果 就是在整个风景当中 行走着的人和行走着的动物 和那个自然是完全浑然一体的 这是宽荧幕运动镜头所形成 而我不去更具体的说了 它同时使用这个12毫米 21毫米和这个65毫米的等距镜头 来强化这种 就是极稳极平稳的一个视觉效果 而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东西是 宽荧幕也很难做特写 就是你那个拍摄特写的时候 特写的那个对象 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充满整个画面 因为太宽了 所以呢 它就会有露出来后景 当你用特写镜头 要把特写镜头中 前景那个人拍清楚的时候 后景一定变形 这也没办法 但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他每一次去拍男主人公 他接受大量的男主人公的特写镜头 他去拍男主人公的特写镜头的时候 那个背后他是做强化了他的变形 就是弯曲 完全弯曲完全虚化 而且有颤抖感 好我看过三遍 还有点发言权 为了讲座看了一遍 然后呢 那个他这个弯曲颤抖变形的时候 他就形成了一种 一方面是你最直观的 你可能感觉不到 一旦感觉到的时候 他是一个主人公的内心陈述 就是主人公在这个极度绝望的状态之下 内心陈述 和另外一个东西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 主人公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地上爬 在水里飘 所以他拍摄他的视点 拍摄他的特写镜头 然后其他的风光的镜头 自然的成为了他眼中的世界 对吧 他就我在看 我看到了这些自然景观 但是有趣的就是 因为主人公作为一个几乎死去的人 作为一个从死亡中归来 作为一个独自 没有工具 对吧 他没有枪 他只有个打火石 这很重要 有火 就有了温明的一切 但是他没有其他工具 他没有枪 他没有劳动工具 他没有这个马 他没有就是自我保护的这个 这个任何可能 所以他实际上 整个这个影片当中 所谓男主角被虐 所谓男主角从死亡中归来 所谓男主角创造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其实这个荒野生存本身 是一个动物式的生存 所以那个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特写镜头那种变形 其实造成了一种野生动物的试点 造成了一种我们可能想人类想象的 当然是 一种作为大自然的组成部分 在大自然当中生存 在大自然当中求生的那样的一种视觉陈述 所以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说与一年人的幽灵同时归来的是自然的幽灵 你会看到这个大自然的那种极端的丰富 然后极端的壮美和原本原住民 或者说不借助现代的暴力手段 在自然中生存的人们和自然之间的一种 一种真实的状态 所以我说联系着整个影片的视觉风格 你就会觉得主演的这个对环境问题的讨论 他不断的把印第安问题和环境问题联系在一起 就像今天我们必须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联系在一起 就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如果不同时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 本身是没有力量的也没有意义的 如果我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 不同时是对于现代主义的批判 我们也不能解决 为什么二十世纪的寻找资本主义 另类出入的社会实验都失败了 因为他们可能不是资本主义的 但他们仍然是现代主义 是人类中心的 是人类主体的 是无穷开发的 无尽利用的 是一种相信 好像一切唯我所用 一切理所当然 一切永不穷尽 但是就像这个影片当 就是这个主演在他的获奖感言当中说的 就说这个现在我们经历了 现在我们必须经历了 现在我们都在面 我们不得不面对了 那么我们实际上是 好像是2015年的4月的某一天 说那一天值得记忆 但是好像没有人真的好好记忆着他 我也没记住那一天是哪一天 就是那一天我们彻底的超过了地球的承载 就是人类人口数 然后这个能源的需求数 那天彻底的落降警报 地球就再也不能够负载 人类在地球表面上的生存了 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 我说我们大家大概会知道 不需要好莱坞来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 整个现代文明的发展 现代文明所现代性的规划的 一个最重要的基本的支撑 就是发展主义 这个从来不提供乌托邦想象的 这个资本主义 是建立在一个最大的乌托邦支撑之下 支撑之上的 就是我们可以无穷上升 人类无穷进步 我们无穷发展 生活越来越好 那么这样的一种乌托邦的承诺 这样的一种信念 实际上在短短的几年当中 在世界范围之内已经破产了 没有人真的在相信这一点了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遭到 都在承受着这种报复 比如说异常的天气 比如说越来越异常的天气 比如说异常天气所造成的 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影响 比如说从北京的沙尘暴到雾霾 对吧 就是而沙尘暴和雾霾 作为中国这个崛起的高速发展的 GDP无数增长的 我们招致了报复 好像很自然 但是这个自然就是在于 中国遭到了这个报复的时候 并不是中国独自承担的 对吧 当时沙尘暴一路就吹到加州去了 一路吹到美国加州去了 然后今天雾霾 可能北京蓝天如洗的时候 他就在首尔啊 什么东京啊 上空徘徊 因为他永不飘散 永不降落 那么所有的这些已经是我们在直接面对的 而更为直接的或者更为 不一定更为直接 但是非常具体的 我们也完全无法回避的 是能源危机 一边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现代文明 我一直说 当尤其是在美国一些很敌意的指责中国的场合 我会说我说中国没原创 没原创什么资本主义的罪恶 只不过因为中国加入资本主义的罪恶 就被放大了好多倍 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是看到了 因为他是要以13亿人口之中 当然绝不是 13亿人口都能够享受到的 但是他要以这样的人口基数 去分享所谓美国式的现代生活 这种高耗能的这个现代生活 那么当然这个问题就会成百倍的被放大 所以我说所有的这些问题 他表是非常直接的表现为能源危机 然后所有挽救能源危机的方式 就成百倍的加速度的强化危机 不用说比如说这个捷径能源 生物能源 欧洲一开始使生物能源 非洲的饥饿就开始大面积发生 因为你就是在烧我们的粮食 然后说我们有替代能源 我们有核能源 然后就是福岛 到今天为止福岛仍然在向大海排放 高超标的这个污染水 而福岛危机发生的时候 我看到的资料是 这些水将在25年之内 携带着这些毫无降解的污染物 流过全球的每一个水域 事实上福岛危机发生不到三个月 阿拉斯加的海豹就脱毛掉牙 全身出血而死 一查各超标 就是一股海浪 已经把福岛的污染水带过去了 所以我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我们不论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 我们不得不面对 整个现代发展主义的逻辑 所直接必须支付的代价 已经开始由我们来支付了 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回避的 不可能不面对的 但是有意思的是 在世界范围之内 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危机意识 表现为一种集体的 高度自觉之下的自我的催眠 就是一边我们都知道 我后面我会说 我为什么认为大家都知道 一边我们坚决的不讨论 我们坚决的不改变 我们活一天算一天 我对大家就是幸福的结婚 然后幸福的生孩子的人们都特别钦佩 说真的就特别钦佩 我说大家真勇敢 就是怎么去想象明天的世界呀 好吧不是因为我没有孩子 我就这么卑鄙 我每一次在这个时候庆幸说 好吧幸亏当我死去的时候 就唯物主义的消散了 好不去扯得那么远 我说回来 我说这种集体的自我催眠 集体的自欺表现为上一次 也是由徐老师主持的讲座上 我做的这个讨论 就是这个 大概近五到十年当中 世界最热门的一种类型是末日电影 最热门的一种电影是末日电影 而这些末日电影非常有意思 以前我们讲末日电影 我们讲核战争 我们讲是人祸 今天我们讲末日电影的时候 末日电影最典型的是两种 一种叫小行星撞地球 这事我们没办法 小行星撞地球我们怎么办呢 另外一种就是无名瘟疫 无名瘟疫毁灭人类 我说这是一个太强有力的证据 就是为什么我们突然都这么热衷于去看末日电影 因为它以一种方式 把我们的潜意识外化了 而另外一个事实是 去年的我忘了去年几月 一个天文学的新闻引起全世界的兴奋 全世界各大报纸都是头条 连篇垒都的报道 说我们终于发现了一颗移居星球 适合于人类居住的星球 跟地球很相像的星球 然后那个星球的照片 天文照片成为大家最爱的 桌面啊什么 大家都在忙着传递这个照片 我说它或许是 不能说或许 我觉得它非常真切的告诉我们一种潜意识 告诉我们一种 我们其实高度自觉 我们大概知道 我们已经快把地球彻底毁掉了 而地球毁灭之日 就是人类灭绝之日 但是有趣的是 我并不那么喜欢的齐泽克的表述 说我们好像宁肯去想象资本主义 想象人类的末日 也不愿意去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 都好像想象人类末日 比想象资本主义终结要容易 这个本身我觉得 它是一个更深的困境的呈现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alternative 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 我们不能想象 终结资本主义以什么来替代 我们不能想象 终结现代主义 我们有怎样的生存 所以我说在这个意义上说 在这部电影当中 美国历史幽灵的重归 本身是意味深长的 因为它携带着这个历史 携带着这个历史当中的暴行和罪恶 携带着这个历史当中的 被杀害 被销声被灭绝的这个复仇者 然后它提醒着我们 我们今天的现实是怎样的走来的 它同时也提醒着一种可能性 就是作为未来的过去 我们能从历史当中学到什么 我们能从那些 似乎愚昧的 野蛮的 被灭绝的 原始文明 原始不足当中学到什么 而同时它在提醒着我们 人类始终是作为一个社群而生存的 今天告诉我们说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 也许能够得救 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只能作为一个社群 在互助当中 在相互的辅助和寻找当中 生存下去 而人类文明 人类历史 才能够继续有意义 好 谢谢大家